台中一名妇人在倒车时 不小心撞倒了路旁边的机车 但是她却打算要落跑 一名路过民众发现了豪姓提醒她 是不是要报警处理呢 但这名妇人最后还是直接离开了 民众干脆记下妇人的车号 还写了张纸条提醒机车的车主说 就是这辆车撞上你的机车的 而机车车主果真拿着纸条报案 警方现在也依照规定来举发 监视器画面排下 白色轿车驾驶正在倒车 没有想到不小心撞倒了停在路旁的机车 砰的一声吓坏了骑楼正在聊天的两名女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转过头来看 而闯祸的驾驶就是这名妇人 她想要扶起机车 但却因为太重了扶不起来 多亏了路过的民众帮忙 才把机车扶正 而这时妇人却想落跑 倒车时不慎撞到路旁重机车 她有下车并将机车扶起 后她就死离现场 路过民众好心提醒 应该要报警处理 但富人根本不理 开了车直接落跑 民众立刻记下富人的车号 并写了纸条提醒机车车主 就是这辆车撞上了你的机车 而正信车主要牵车时 看到机车车身伤痕累累 于是拿着纸条报警 取车时发现她的行李箱已经打开 她以为那个招小偷窃取 忽然间她发现车厢里面有一个纸条 里面写着你的机车被一部自小客撞到 之后身心车主马上报警 事后警方找到了赵氏的46岁陈欣富人 她竟然辩称说她赵涛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路人对她的态度很差 口气很不好 自己闯祸还赖别人 警方除了对富人开罚外 并且调扣她的驾照 谢谢这样的杨静台中报道